問題是,如果在趕邪靈時,胸口有壓住 有些是肚子、頸、頭都不可能有 壓住時,是否要鬆了才趕邪靈呢? 這是其中一樣的顯示 裡面可能有邪靈,有時有可能是情緒未定 譬如有什麼情況,我們肯定會有邪靈呢? 裡面有另一個聲音說話 或者是邪靈控制他的身體動作,或者說話 他不能夠跟著我們講祈禱的 這些是很明顯的邪靈 但我自己不肯定,神不肯定 但我自己不肯定是否全部都是邪靈 有部份是情緒難抑,可能兩人都有可能性 或者兩人合併 那麼我們的目標呢? 第一,一定是鬆了 鬆了之餘,日後還越來越鬆 鬆到怎樣呢? 在祈禱的時候,我自己祈禱都是完全放鬆 所有困難、什麼問題 其實一定在神裡面有解決的 所以我的心很輕盛 就不會單著單止的 不單止是鬆了,並且是會有喜樂 整個人好像飄下飄在天堂那樣的狀態 即是我們進入這種狀態 所以你說壓住的鬆了是必然的 不過鬆了也未必代表你身體鬆了 即是那些壓力壓住鬆了 還需要整個人怎樣能夠經歷到喜樂 整個人在愛、喜樂裡面 這樣人就越來越提升了 你想像天堂的人會不會心口壓住呢? 當然不會 他們是否只是沒有壓力呢? 不是的 他們肯定是充滿愛和喜樂 所以我們一定是一路去的 其實是可以說無可限量的進步 因為我們在今世孽都去不到天堂的狀態 天堂的狀態是最好的、最完美的 但又沒有給自己壓力 即是說,哎呀,糟了 神那麼久還沒有鬆了 又不用這麼想的 總之一有釋放 那就是神 即是經常用正面看 那就是神又好了 又進步了 Hallelujah 即是有經歷神 又謝謝耶穌 那人就很正面了 如果一期到 這次不像上次那麼鬆 那你就有壓力了 即是總之犯是加憎壓力的 就不要想、不要說 也都不要對別人說 譬如說你不夠投入 不用這麼說 我們一起想多些耶穌的愛 我們投入一點 就不用說你不夠投入 這個就會加憎人的壓力 那很多人不知不覺 在日常生活都會加憎人的壓力 或者加憎自己的壓力 是不需要的 因為耶穌說 勞苦担重担 可以到耶穌那裡 就得到安息 耶穌就想我們輕省的 但是很多人相信耶穌 信得很大壓力 甚至有些人侍奉神 都很大壓力 為什麼呢? 因為他經常都覺得 我要做到什麼程度 他經常都覺得 做到什麼程度 他就覺得自己不夠好 就會有壓力 耶穌不是想我們這樣的 耶穌是想我們 是完全靠他就鬆了 那些愚動故事 有個出名的故事 就是我以前初信署 雄師都說過的 他說有個人呢 就揹著個淡挑 行路很重 跟著有個破車走過 就說你想上車 就好啊 上車 他在破車的後面 那車走了一輪 跟著呢 車煞製 突然間 後面有這麼多聲音 他就看一看 原來那個人 還在車上擔著淡挑 還在背著 雖然他上了車 不過他就 完全擔著 這個當然很傻 這個肯定不會真的 沒有人會這樣 上車當然是放下淡挑 沒有理由擔著 這個比喻就是 很多人相信耶穌 耶穌是專門負責 所有的淡子 從淡過馬 一定幫的 所以我們就學習了 就算有什麼困難 就算家人不好 就算學習有困難 事有困難 分一個問題 或者找不到對象 這一切在神的手中 不用背 你越聽神的話 你先求祂的國和祂的一切都加給我們 就不用整天背著 越背就越慘 還有罪啊 給自己壓力啊 或者負面思想 這些都是要處理 讓我們的心 整天都正面 人就很正面 就很容易 另一不只是普通的正面 是有神的愛的正面 普通人也有說正面 什麼都說正面 我們不是說正面 是在神裡面 耶穌經常愛我 於是我可以經常輕鬆 所以追求的目標 一方面就是 鬆掉這些難益 然後就越來越鬆 越來越喜樂 越來越平安